西班牙的莱蒂奇亚王后出了名的漂亮 灰打扮 可是当她和萨尔玛同框的时候 还是被抢了风头 泰王马哈后宫家里三千 见过的美人数不胜数 然而当她奉命去机场迎接萨尔玛的时候 双眼放光都看呆了 要知道在戴安娜面前 马哈都没有这么失态过 只能感慨 角色佳人的魅力就是这么大 所以摩洛哥国王愿意苦等萨尔玛三年才结婚 还要为他散进后宫 也不是不能理解 谁曾想被国王独宠16年以后 萨尔玛也成了弃妃 色双尔爱耻 还是说其中另有隐情 坐落于非洲的摩洛哥 是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度 而萨尔玛呢 他属于坎坷又幸运的一个 在摩洛哥 一个有本事的丈夫 可以娶四个妻子 只要他能养活得起 萨尔玛的父亲虽然是个老师 收入也不错 可他只娶了一个妻子 遗憾的是 萨尔玛三岁这一年 母亲因病去世 不过得益于父亲的教导 外婆的细心照顾 萨尔玛不仅如愿考上大学 而且成绩还异常优秀 他主修计算机专业 还掌握了包括英语 法语 西班牙语等多国语言 简单来说 萨尔玛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 却也很有才华 大学毕业以后 他打败竞争对手 成功入职北非投资集团 这家公司 属于摩洛哥的大型集团 他们的股东 还有王氏成员 作为公司的信息部工程师 萨尔玛的表现可圈可点 因为他工作没多久 就带领团队研发出了一套新程序 也正是因例如此 萨尔玛才魄力参加了公司的庆功宴 当时 王氏派出的代表 正是王储穆罕默德 在这之前 王储也一直被媒体称呼为派对王子 毕竟 他喜欢豪车 还是各种聚会的常客 交往过的女友 估计能凑好几桌麻将 纽约时报甚至爆料过 说穆罕默德还有过蓝颜之急 然而 这样的他却对萨尔玛一见钟情 一头漂亮的红发 无可挑剔的颜值 本就让人过目难忘 更别说 萨尔玛在工作上的表现 让上司都忍不住赞叹 这次聚会结束以后 穆罕默德又送礼物 又邀请家人出游 只睡 随着穆罕默德成为国王 萨尔玛开始疏远他了 原来 和普通家庭相比 王氏对王妃的要求更高 比如说 王妃们不能在人前露面 哪怕结婚 生娃 也是如此 外界对王妃们的了解 只限于他们是哪个王子的母亲 可萨尔玛呢 他根本不想成为后宫里的金丝雀 所以 萨尔玛果断拒绝 并且不再和穆罕默德来往 万万没想到 穆罕默德却对家人许诺 我会给你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完美爱情 婚后 你也可以继续工作 一开始 萨尔玛当然不肯相信 毕竟 摩洛哥王室就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穆罕默德是怎么做的 他花费三年的时间 成功说服各位长辈 而且 大婚前夕 穆罕默德就把萨尔玛册封为了 拉拉萨尔玛公主 无论后来如何 这一刻的穆罕默德 绝对付出了真心 2002年4月 摩洛哥举行了一场与众不同的婚礼 新娘 可以接受民众的祝福 与此同时 穆罕默德还宣布了一条新规定 以后 男人要想娶第二个妻子 必须得到第一个妻子的允许 也难怪 萨尔玛会成为媒体笔下的最美红发王妃 毕竟 她的出现 给太多人带去改变 婚后的萨尔玛 先后生了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这期间 她也是个称职的王妃 出席公务 华服加深的萨尔玛 美得让人眼前一亮 建立基金会 医院 学校 这样的她 很快得到了所有民众的喜欢 然而 萨尔玛的优秀和高调 也引起了王室成员的不满 长辈嫌弃她出风透 公主们呢 也不甘心成为一个平民王妃的陪衬 好在 穆罕默德足够痴情 她只守着萨尔玛不说 还特别重视他们的儿子 背景 哈桑王子拥有父亲60%的财产 是最富有的王储之一 事实上 穆罕默德还想把王室的财产也写到儿子名下 可惜其他长辈不同意 国王的偏爱 也是萨尔玛在王室立足的底气 然而 到了2018年3月 情况变了 这时候的穆罕默德 因病住院 陪在她身边的除了子女 还有两位王室公主 王子 唯独萨尔玛 没露面 第二年 王室发表的消息中 直接称呼萨尔玛为国王的前妻 十六的年宠爱 烟消云散 而且 一年多以来 萨尔玛也没有在人前露面 有人猜测 是不是国王变心 把王妃打入冷宫了 其实不然 萨尔玛和国王离婚后 长公主迅速接受了她的工作 再加上 王室内部矛盾不断 媒体更倾向于 穆罕默德是为了保护妻子 才和她离婚 因为 之后的萨尔玛可以自由和两个儿女见面 有时候 王室保镖还会陪着他们一起旅游 要是国王真的无情 萨尔玛还能过得这么潇洒吗 而且还有媒体拍到 离婚后的萨尔玛 经常出入王室位于希腊的海景别墅 国王没有再娶 儿子是王室的继承人 多年后 只要萨尔玛愿意 她依旧是准太后 对比其他王室的气非 萨尔玛的结局并不算太糟糕 更重要的是 她才冒艰巨 哪怕离开王室 萨尔玛也可以过得很好 摩洛哥是非洲西北部的一个沿海阿拉伯国家 仍沿袭着均主力限制 国土面积45万平方公里 人口3650万 对比一下北京1.6万平方公里2153万人口 感受一下什么叫奢侈的人口密度 摩洛哥虽然是个小国 但富得流油 尤其是摩洛哥王室 因为垄断了林矿产业 直接跻身全球王室榜第五 不过 关于摩洛哥 比白花花的银子更吸引人的是 他们极具传奇色彩的王妃依依拉拉萨尔玛 人称摩洛哥最亮眼的珍珠 这个女人有多厉害呢 首先 颜值特别能打 一头火红的瀑布长发 深邃的紫罗兰眼睛 肤如宁芝 美艳不可方物 整个人都在意义发光 但更离奇的是 因为爱情闹得轰轰烈烈的萨尔玛 近些年却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不知所踪 1978年 萨尔玛贝纳妮出生于摩洛哥中产阶级家庭 父亲是小学教师 母亲在他三岁时就离开人世 在外祖母的细心照料下 萨尔玛一路上的都是最好的私立学校 萨尔玛17岁高中毕业后 又在学校的高数班进修了两年 顺利考入了摩洛哥名校学习计算机 还精通阿拉伯语 法语 英语 西班牙语四国语言 是妥妥的学霸 毕业后 萨尔玛入职本国最大私人控股公司北非投资集团 成了一名弟弟道道的程序院 正准备大展拳脚 却在一次晚宴中遇到了当时还是王储的穆罕默德六世 虽然穆六世比萨尔玛年长15岁 但人长得还算周正魁梧 也是法学双博士高材生 同时还是全球top5有钱王室的指定继承人 这条件也很可以了 所以对当时年仅21岁的萨尔玛来说 还没来得及遭受社会毒打 就被王子相中 一般的灰姑娘早就晕了 但萨尔玛偏偏就是人间清醒 老娘读了这么多年书 好不容易能大干一场 你竟然想让我回家当王妃 对 这不是我的人生 于是 她完全没把穆六世放在心上 一个猛子扎进代码中 一心要干出点儿成绩来 穆六世呢 不但不生气 反而乖乖等着萨尔玛 就这样等到了登基 终于等到谈婚论嫁 萨尔玛又摆了太医道 想娶我可以 先把你们家的三公六院废了再说 穆六世也吓得够呛 但没办法 只好和萨尔玛签订了一夫一妻法律协议 据说 还把她爸的妃子们都请出宫去了 然而 萨尔玛的魔力可不仅仅是这样 一进王室大门 她就又创下了好几个历史第一 按照摩洛哥的传统 国王的婚礼只能在王宫内举行 只邀请王室成员出席官礼 和国家机密差不多 别说昭告天下了 大家连王妃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不但如此 摩洛哥王室压根儿没有王妃这个title 嫁进来的姑娘都是没什么名分的 不过是附属品罢了 然而 2002年穆六市迎娶萨尔玛 婚礼整整持续了三天 全国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是他们的照片 王室还专门举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接受全世界的祝福 也是在那一天 萨尔玛被正式册封为拉拉萨尔玛公主 更闻所未闻的是 穆六还特意修改了宪法 在全国推行一夫一妻制 并挑选了三百对新人举行集体婚礼 邀请各国政要 乌州皇室成员到场参观 不得不说 排场之大 开放程度之高 在传统的穆斯林国家 真是铁树开花 沙漠惊雷 俩人的婚后生活也是一如既往的甜蜜 萨尔玛生下了一儿一女 与穆六市总是形影不离 就连手机壳上映的都是老公的照片 当然 萨尔玛也没闲着 继续在打破王室传统的路上一路飞驰 一直以来 萨尔玛都特别关心慈善公益事业 光是在癌症领域 就以拉拉萨尔玛的名义 创立了癌症防治基金会 并多次参与国际抗癌主题会议活动 除此之外 他还积极关注艾滋病患者 成为了世界卫生组织亲善大使 2017年获得世卫组织精致奖章 并长期在非洲从事艾滋病预防工作 或许 这些对于其他国家的第一夫人是分内之事 但是别忘了 摩洛哥王室相当抗拒皇族的女人抛头露面 所以 萨尔玛这样的做派 已经算是非常张扬而出格的了 事实上 萨尔玛已经在摩洛哥王室消失整整四年了 2017年 萨尔玛参观了拉喀什圣罗兰博物馆 之后整整两年时间就再也没有露面过 所有的王室外交活动 都是由穆六世和他们家亲戚完成的 萨尔玛哲三世和香 萨尔玛